这大概是杨子最为耻辱的一次了,当初,某轮被定为男主时,杨子当时心里可乐坏了,早前在琼瑶剧《花飞花舞飞舞》中,两人就饰演小情侣,后来在《欢乐颂2》中两人再度合作,结果惹得旭凤忍不住质问杨子,而杨子面对旭凤的歇斯底里的质问,轻飘飘的一句话就把他赌得哑口无言,这下旭凤只能打碎杨子。 在拍《亲爱的热爱》的时,李线也对杨子相当怨念,因为两人身高差的原因,两人在拍吻戏时,李线不仅要批插迎合杨子,还要被杨子一顿啃,是啃不是亲,难怪李线再也不想和杨子拍吻戏了,小猴子的吻戏还真是恐怖如斯啊,你知道杨子哪部戏的吻戏最甜吗? 导演怎么没想到,浩资上一拍摄的香蜜,竟然惨遭资方限流,能出圈全靠杨子忍无可忍,威胁半个娱乐圈的人来宣传。 当初香蜜播出后,仅仅上线15分钟播放量就破亿,此后双网收视也一路高歌,停着剧情紧凑,演员演技在线,以及浮化到制作精良,网络评分也从6.9升至7.2。 眼看着香蜜被资本强制限流,杨子忍无可忍,凭着自己在圈内的好人员,冒着被晒成葡萄干的风险,威胁半个娱乐圈来帮他宣传,让香蜜导演最后悔的事,就是没坚持让张艺兴出演凤凰一角。 在拍摄香蜜时,剧方为了收集大家的意见,于是,便将候选的四位男主角曝光,让网友们从张艺兴,黄子涛,张彬彬以及陈晓,四个人中间挑选一个来演凤凰。 剧方这个举动,简直深得书粉之心,便开始对这四位男演员评投论足。 正巧这时候有人推荐了某轮,经过剧方的综合评定,最终,续放这一角色花落某轮。 只是导演万万没想到,某轮凭香蜜红了之后就飘了,该睡得不睡,直接进了劣迹艺人的名单。 而香蜜这部剧也被波及,导演此时怕时长字都悔清了。 大家觉得张艺兴适合演续凤吗?